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的一个作品 是跟我爸的领域相关 我还挺期待 作为一个优秀的策展人 你的策展前沿必须在150个字内完成 马清韵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首位华人院长 更是与库哈斯扎哈等建筑大师 一道被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 一个好的展览对意义的设置特别重要 这个完全是100分 第二个对于这个视觉的效果 我觉得这也基本上也是80分 不及格的是你对这空间没有要求 你把这屋顶 从掉进人的顶 然后全部做成一个镜面 上下就两倍了 您觉得儿子 应该最佩服您的是什么 我哄老婆的技巧可能她是比较佩服的 我觉得第二个佩服的就是 我能够把我做的就是比如建筑 其实是一个很枯燥非常烦的一件事 做的那么轻巧做的那么随心 我觉得她可能对这个应该是比较浮的 就是我爸先生会跟我说的就是我身价比你高 就我爸总是觉得自己我世界第一 你们算个怂 真的是想当第一的 而且肯定当第一 今天今天就是能上这个看 你说什么能爬上去 就是到终点就OK了 我是冲着第一来的 什么能爬上去 说啥的时候 那行吧那你冲你冲着第一来 可以你冲着第一来 对我来说都没爱与不送 真的有的说不是为了去赢 我跟你说我也是参加节目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参加所有事都为了赢 你只要做了 你已经赢了 赢了才是赢了 赢才是赢 只有胜利才是胜利 然后你出一首歌就是哇 十字一字都得想听 毛不易的歌不要唱了 那算是 这肯定是你的追求 我也一样我做设计的 如果我这设计不在全世界杂志上都在发表 就一样的 你想要达到那样的高度或者什么 那一定是要有沉淀和积累的 主要是老沉淀积累 没什么好沉淀积累的 这个还真不是 你不能用沉淀或者学习 作为你不够勇敢的介绍 我最大的痛苦其实就是对我要求太高了 不允许做我任何的事情让我父亲不骄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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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